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种求知欲望和对未来的憧憬 似乎借助于文学可以抒发一些什么东西 可以宣泄一些什么东西 所以很多人都在年轻的时候 都从事过文学创作 或者说是酷爱读或者酷爱写 都有这样的多多少少的有这样的经历 我的文学梦其实从前边的我叙述的亲公生活里边 已经可以出路端倪 我也不是在钢厂里最艰苦的时候 还在抽空写东西 在苦读书读的是文学书 实际上都是一种文学准备 对吧 和那个陈信的朋友交换蒙隆诗 现代诗还有小说 和那个防疫站的那个哥们 交流这个每人出一本书 一个里边出一本书互相交换 算是发行 像模像样的 这个我同时我也讲到过 在我自己办的这个事业杂志里边的一篇小说 被作协这个机关刊物选去发表了以后呢 我对这个文学这件事情啊 就是尤其这个着重了起来 就是重视了起来啊 当然心底下有些小小的想法 比如说做个文学家 做一个有一天能够以文为生 这些梦啊 这些东西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或者你相信我不相信我 但是我是做过这些梦的啊 这个后来由于这个发表了几篇作品以后呢 逐渐合于这个圈子啊 就和这个文学圈子 西安市的文学圈子 有了多少有了接触 和一些作者啊 爱好者作者多少有了接触 你比如说当时那个张敏 这是西影的串 后来的西影的这个编剧 我前我前次也说过 他是被《工人日报》定为这个全国两大色情作家嘛 是吧 遭到批判啊 我们的大哥好朋友 张敏他后来到了西影 作为编剧 还有这个 那就是平洼了 这大家都知道 另外呢像和平 现在好像在美国定居了啊 都是小说诗歌的爱好者 嗯 还有郭贝杰跟我同龄的也是三线回来的 但是他在西郊的一个钢铁厂工作 我在东郊的钢厂工作啊 同一个行业 两地儿出身接近啊 他喜欢川东康城 他是那个川东康城的这个粉丝 他喜欢那个现代 现代派文学啊 还有这个像周氏 我们称大哥了 这好像今年三月份 去年刚过 翻过年来就是去年三月份刚去世吧 嗯 八十多岁了 非常简谈 南方才子 反正在西岩仪表厂工作 嗯 后来在各个报刊上也写过长篇小说 写过一篇长篇小说是受老孙家泡馍的委托啊 写过一篇 郭贝杰也写过一个关于一个肉夹馍的 也是陕西这个名家小吃的这历史变迁啊 这样一个长篇小说都是这几年完稿了 后来我们就形成了个小圈子 哎每周末的时候就到这个谁就到张敏 哎我后来在北京定居以后听说张敏 哎我们老在他家定居的这个这个村子叫方兴村 在北郊 既然这个被被称作了作家村 哎因为好多那个作家来了以后都在那儿居住 其实可能源头在于这个平洼进城的时候 就去就由这个张敏给安排借住在这个 和方兴村在北郊龙鼠岩上啊 和张敏为零 就那段时间内 哎我们经常在一起 基本上一个周末啊 每周末就聚集在我从和平门一直跑到北郊 哎大家都聚集在那儿 哎干什么呢 喝酒啊 哎张敏哎嫂子给做饭 哎我们饭吃了 然后喝酒也喝了哎猜猜拳哎然后聊聊文学 看看文学哎 坎对文学爱好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 坎一坎这个互通哎灵感哎 有可能就启发你写一个什么东西是吧 启发你创作的这种欲望 嗯我感觉平派就是明显的 他特别喜欢听我们各自谈各自的角色 我就不见他谈他自己的哎创意构思啊 哎这样哎过了那么有一年多时间吧 我们定期不定期的都要到他那去聚会 而那个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大家就是张家嫂子给我们做了吃的饺子 吃完饺子以后呢 嗯喝酒猜拳 酒完了酒不够喝了怎么办呢啊 那时候大家都不富裕哎随便弄点酒 没想到那天喝多了酒不够酒不够 我平派建议说是哎这个醋汤啊酒 这个把这个醋汤汇集在一起 每个人干吃饺子吧 每个人都有个醋碟子 哎蘸碗饺子一吃 然后里边是醋汤 他说把这个汤汇集在一起 谁喝才输了就喝这个汤 哎呦我当时觉得挺恶心的啊 有点不好接受 哎但是平派的意思就是说是 不是猜拳不是就是罚吗 输了就是这就是惩罚吗 哎不管恶心不恶心这也是一种 惩恶心也是一种罚吗是吧 嗯难道难不成让你哎猜输了 还享受一口美酒 所以说是哎大家就同意了 一致同意了哎反正每估计 每个人都喝过别人的剩饺子汤 汇集在一起放荡不羁啊 就是闻人哎放浪心海 赵烈是酒吧半吧作文哎当时有一个有一次吧 可能是哎就是说建议还是平派建议的吧 就说哎咱们把这个酒喝了然后咱们找一个东西命题作文 当场写吧当场哎哎封装 然后寄给各自的编辑哎为什么叫各自的编辑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基本上发过小说哎 发过的诗歌小说 所以在各个全国各地的刊物编辑部啊 多少有有一些曾经发过自己金手的通过金手 金他的手啊金这个编辑的手发过我的作品 所以我们就成为自己的编辑哎他对我们比较熟 所以每次去继续稿子就直接寄给他私人哎他代表编辑部来审阅我们的稿子 哎所以平派的意思就是我们寄给各自的编辑哎今天就命题作文了 这样一来呢也许是院里的一颗石哎一块大石头哎也许是院的一个箩筐哎也许是院里的哎 这个我先不说后来有一次呢我们就对着这个平派说是这个院里啊 你看张家就张敏家的院里搭衣服那个铁丝那边一个杆这边一个杆 哎不是两棵树之间拉了一根铁丝由于铁丝拉得太长中间下垂所以他拿一根猪肝一个木木头的木棍把那个铁丝撑起来 这样一来可以继续挂衣服后来就说命就对着这个哎这个木头咱们做完 后来那个当然了哎大家各自略做思索然后呢我不能说是呼发奇想吧反正是苦思迷想我是苦思迷想这怎么能做文呢我还没这种天才的能力啊能耐没有这样天才的能耐哎后来大家但是都写完了 然后封装起来我记得我的那个小说呢哎这是一篇散文我寄给了奔流哎河南洛阳的奔流 河南洛阳有个牡丹有个奔流我记得是寄给奔流了吧哎寄给奔流杂志当然了结果不怎么样哎泥牛入海是吧没有消息哎但是呢不到一个月得到了消息平洼的小说哎这个散文发了在某某康物发了这我忘了啊发了后来据章品说 他把这个这个竹竹竹啊写成了一个小桃树 大家明白了吧哎这就是后来大家在中学课本里看到的一篇小桃树哎那篇课文哎就是就是由此而来哎这为了为了这个准确性啊我这次哎谈话啊这个节目前我还特别问过那个郭佩杰哎张敏我们刚刚给他录了 呃八个多小时的像录像啊他的口人声口述已经完成了他也谈到这个话题哎这个细节啊有待我们以后呢落实以后我可以把这个展开来给大家再详细的去讲一讲啊当然喜欢文学的朋友们可以来看一个可以来听听啊下面我就接着说这个我们这个非正式的这个文学小小聚会吧小团体小帮伙啊这个小帮伙啊这个小帮伙啊 小帮伙后来由屏蛙就发起成立了一个小说社在长安在西安那个市文联市文联和长安市文联有个机关刊物叫长安长安编辑部哎长安编辑部他们就在这个长安编辑部这发起成立了一个小说社 哎叫做群木小说社哎这屏蛙出的点子啊哎小说这个群木小说社哎这个为什么叫群木呢就是一群群众的群木头的木就是我们是一群木头争先恐后的出人头地 看谁能哎看谁能拔尖拔出来啊从群群我们都是木头从木头里跳出来啊成为翘楚哎所以当时这个人员发发展的啊我记得就是皮蛙是社长哎忠实陈忠实是顾问哎 哎神仲实当山先这个坝桥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吧哎所以他还有行政职务而且呢在作协还有一定的这个担当所以他就请他做了顾问哎另外就是郭沛杰就是我刚说的西安钢铁厂的我是钢厂的我们都是三县回来的哎还有周氏就是我刚说的江南才子哎还有就是张 江南色新闻学家哎还有这个刘华是一个从新疆来的一个笔头非常快的然后才华四一的一个女作者哎她当时在省电视台工作哎可能是搞恩赐工作的高明儿是这个才女美女即一身啊直到现在她是49年所谓和共和国 啊同岁的那一代人哎他现在今年已经哎他现在出出家了哎在这个山里在中南山西安是往南走七八十里地就是中南山哎出家了哎具体的这个宗教这个派别什么东西我还一直把我讲不清楚但是我最近对他进行了 哎去了四次进行了我和陈华哎这个这个北影的哎北电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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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导演专业毕业的啊这个陈华老师我们一块对他进行了哎长达累积长达可能有七八个小时的录像吧哎这是 他是公养生前的朋友哎应该是夫妻曾经的夫妻所以我对他进行了这个详细的采访哎当时他也是这个群慕小说社的重要成员之一哎两位女士刘华和高明儿另外呢哎就是我了哎就我们几个人后来有没有再加入的 或者我会有没有再加入的 或者我会有没有再加入的啊 我会有没有再加入的啊 如果真是那么回事呢就抱歉了啊以后我会补的嗯周氏最新得到的消息是周氏去世以后呢郭佩杰因为跟他是在一个厂哎从那个他们家里周氏的遗产遗物里 哎获赠了一部这个当时群慕小说社的这个会议记录每次开会的会议记录哎我这是因为在今天节目之前刚刚得到的消息所以我有待我下一次去郭北杰家的时候我争取把里边有价值的有文史价值的哎把它给拍下来哎我们做一个哎再来办一期节目哎把这个一些细节给大家 哎讲述讲述好吧嗯另外呢我们这个小说社呢当时嗯有一个有一个社规哎就是发表一篇作品要交税交两毛钱我现在就交税啊当时不叫交税不知道叫什么忘了但是一个月之内没有发作品的话还要罚你两毛钱所以这样总之是要交钱哎就这样一个规矩哎这个钱干什么用呢也不太清楚 大家也似乎这个这个钱也办不了什么事哎就就算是一个像一个社的宗旨吧总得要有这么一条哎所以就把这个立下来了但是呢我印象最深的是聚会的时候那种热烈那种都是那些才华哎才高八斗之人哎又是对文学都有那个强烈的热爱那种情绪 所以在一块聚会是非常应该说是一种有一种由衷都有一种幸福感哎总会获得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所感兴趣的东西哎那是非常美妙的应该说是一段幸福的时光吧 而这个活动呢哎群木小说社的活动呢又分别在哎有条件的这几个社员的家里边轮流举行哎我后来就是哎我当时在美严所吧以前说我跟张嘉义一个月儿他在我们院里哎在我们家里这个群木小说也举办过一次吗两次这个军会哎当时我记得我们就是嗯坐在那个沙拉 嗯地道的沙拉手工甩出来的那种拖纸啊嗯然后呢做出来的沙拉后来平派觉得特别爱吃最后呢大家也也也都一样啊所以后来干脆就是我们每次到我家的时候就做那么一大锅一人乘一大碗光吃沙拉然后就好像是吃这个什么吃米饭吃的啊哎哎群木小说社的活动不是非常多嗯因为大家都有各自都有各自的职业 对吧嗯能聚在一起也不是非常频繁哎但是每次聚集以后呢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非常深的群木小说社举办了那么几次不多的几次会议以后就结束了当然这里边后来发生发生些不愉快的事情啊呃我不是不变我我觉得不应该在这再讲了啊哎然后 我只是想把这个群木曾经历史上西岩市曾经有这么一个群木小说社呃呃告诉给大家 然后呢作为文史研究也罢或者是呃或者是呃有关的研究也罢呃假如是有价值的话呃您可以记住群木小说这个名称啊可以去寻找相关的渠道去了解去调查 总之这一段历史是值得记取的 因为后来是被市里边不叫取缔吧 就责令就说不要再办了 就解散 也没说非法聚会 反正就解散了 从此解散了 后来平华又不是办过 又主持办过美文 就是那个美女 因为由于那俩字美文 俩字特别像美女 后来坊间就把它称作美女 美女杂志 后来这个我们就距离就越来越远了 后来只仅仅是买书卖书的关系 因为后来我开了一家书店 叫天籁书 这个天籁书几乎是平洼的 后来的一些书像浮躁 很多书的首发室 或者西岸市的首发室 都是在我这个书店里举行的 这里边这个地方 我就稍稍透出一个天籁书 这将是我在未来的不知道哪一期 将要详细开始讲述的 而且这个天籁书的讲述将会是要拉长到几集 甚至十几集 因为在十年之内 我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而现在也给西岸市的稍显年纪大的一代人里边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在历史上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不可磨灭的作用 也在我自己的人生道路上 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我一定会浓采重墨的去讲述 天籁书的故事 今天就把这段关于文学新年的这段 我的文学梦在这给大家描述一下 好了再见